武则天能再次进攻全靠这个蠢皇后 提起李治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的皇后武则天 武则天是李治的小妈 她能再次进攻 这和李治的原配王皇后有直接的关系 这个王皇后可以说是历史上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第一人 堂堂皇后不仅被废还被做成骨醉 下场相当凄惨 作为李治的原配妻子 为啥王皇后这么想不开 要给自己找一个情敌呢 其实这跟李治的另一个宠妃 消暑妃有很大关系 王皇后家世显赫 她的曾祖母是李世民的姑姑 当李治还是晋王的时候 王皇后就做了她的老婆 第二年李治就被封为太子 而王皇后理所当然的就成了太子妃 那时候两人年纪相仿 王皇后长得也不错 所以两人相处还算和睦 随着李治登基 她的后宫逐渐充盈了起来 其中李治最喜欢的一个就是萧淑妃 她是一个和王皇后完全不同的女人 王皇后从小就使大家闺秀 极其注重规矩和教养 所以端庄娴熟 循规蹈矩 而萧淑妃则有些任性 偶尔会发个小脾气 这种个性在宫中可是不常见的 大多数的人都恨不得把皇上供起来 而萧淑妃很会撒娇 也会哄皇上开心 相比之下 一边是略显沉闷的王皇后 一边是让人舒心的萧淑妃 李治心里的天平自然就偏向了萧淑妃 萧淑妃能够得宠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她很能生 她一共给李治生下了两女一儿 而王皇后却一无所处 宫中向来是母嫔子贵 萧淑妃有三个子女可以倚仗 更是为她争宠增添了一些筹码 本来皇上宠你也无可厚非 你就自己偷着乐得了 偏偏这个萧淑妃是个爱张扬的人 每次得了皇上宠爱之后 就爱去王皇后面前嘚瑟 这怎么能不让人恨得牙痒痒呢 萧淑妃野心也很大 她想让自己的儿子李肃杰成为太子 这也让王皇后倍感惶恐 恰恰此时 王皇后敏锐的观察到李治对前朝的妃子 五妹娘念念不忘 李世民驾崩后 五妹娘因为没有生育 被迫到了赶叶寺出家 而当王皇后了解了李治的心思之后 就主动跟李治说要把五妹娘接回来 当然她的私心是想让五妹娘回来 翻掉萧淑妃的宠 却也不知道她这个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 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那五妹娘回来后到底干了啥呢 给自己找情敌的皇后是哪一个 那肯定是引狼入室的王皇后了 为了能对付萧淑妃 王皇后派人把五妹娘从赶叶寺接了回来 这算是二进宫了 她深谙宫中的生存之道 知道王皇后把自己招回来 肯定不是真心诚意的 但是她还是三天两头往王皇后那跑 和王皇后身边的太监宫女都打得火热 收买了很多人心 大家都对这个五姐姐好感倍增 都抢着在皇上面前说她的好话 就连王皇后也经常在李治面前说五妹娘的好话 这无疑又给五妹娘加了很多分 五妹娘和李治本来就有旧情 再加上五妹娘再度回宫 手腕更是了得 很快就征得了一席之地 把萧淑妃给挤了出去 萧淑妃论权谋不是五妹娘的对手 更加没有强大的势力 原本就是靠美貌吸引了李治 线下有个更加美貌 还有王皇后助力的五妹娘在身边 萧淑妃就彻底失宠了 萧淑妃失宠后 五妹娘开始掉转枪口 直指王皇后 这让王皇后也有一些措手不及 在圣宠之下 五妹娘很快就给李治生下了儿子李红 而此时的王皇后肚子依然没啥动静 这让王皇后感到很着急 再这样下去 要是五妹娘的儿子被立为太子 自己还有杀活路 她就去找了自己的舅舅柳中书商量对策 思来想去还真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过继一个儿子到王皇后名下 这样就占了嫡子的身份 而要再名正言顺的话 就得过继长子 因为古代比较注重长幼嫡树 尤其是在太子的策立面前 一般都是立长立嫡 而长子李红的生母 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宫女 能够过继到皇后名下 这样双方皆大欢喜 不仅如此 他们还说动了李治的舅舅 长孙无忌 去劝说李治 立李红当太子 李治没顶住两个舅舅的压力 真的就策立李红为太子了 至此 王皇后才算松了一口气 觉得自己扳回了一举 但他低估了五妹娘的狠毒 为了上位 他甚至牺牲了自己刚出生的女儿 《唐告宗》的时候 五妹娘得宠 为出王皇后 五妹娘亲手 扼杀了在强保中的女婴 《真欢传》中提到的 便是王皇后和五妹娘之间的斗争 五妹娘的女儿出生后的一天 王皇后来看了这个女婴 她走后 五妹娘就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女儿 然后装作不知情的样子 和李治一起来看女儿 结果却发现女儿已经死了 然后五妹娘一口咬定 这期间只有王皇后来过 此后 李治就萌生了废后的想法 但皇后也不是说废就废的 她就来到长孙无忌府中 想探探口风 长孙无忌明知李治是想来问这事的 却是东拉西扯 只字不提 这让李治也觉得很窝火 那王皇后是不是就此保住了后卫呢 她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眼看废后无望 五妹娘只得自己想办法 她做了一个局 诬陷王皇后用误骨之术害自己 就是在一个木头小人上 刻上想害的人的名字 然后就可以诅咒那个人了 这一下子李治直接不能忍了 把王皇后的舅舅贬到了外地 王皇后彻底失去了倚仗 而此时的王皇后也是病急乱投医 她要联合萧淑妃 竟然给五妹娘下毒 结果自然也被识破了 这也给了李治一个充分的废后理由 就此王皇后被废为庶人 太子李中也被废 而王皇后和萧淑妃也都被关进了冷宫里 她俩还被关进了一个小黑屋 只有一个小洞给他们送一些残羹剩饭 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 李治曾经念及旧情 偷偷去看他们 环境恶劣 自己曾经的皇后和宠妃也痛哭流涕 看到如此惨壮 李治于心不忍 承诺要放他们出去 没想到两人等来的 却是武则天令每人打一百棍 还把他们的手脚都砍掉 装在酒瓮中做成了仁赤 五妹娘费尽心机 才让他俩有如此下场 怎么还会给他们出去的机会呢 做成仁治之后 俩人没有立刻断气 而是强撑着一口气 希望李治能来救他们 五妹娘听了他们的哀嚎 心生厌烦 就缠着李治下诏书 刺死了他们 一代皇后和宠妃 就这样在同一天被溢杀 人的一生关键性的决定 就那几个 王皇后做的最错误的决定 就是将五妹娘从感业寺接了回来 她低估了五妹娘的野心和狠毒 也让自己落得一个不善终的结局